先為大家報告上週的疫情監測方法 上週整體的疫情應該狂施穩定 不管是從通報病例、特殊疫情 或者是死亡病例來講的話 都沒有什麼特殊的狀況 我們等一下為各位報告 腸病毒腹瀉還有H1萬新型 最後我們會報告相關的國際狀況疫情 長病毒上週只有3例新增的中症通報 沒有確定的 從今年開始到3月8號 我們總共有11例的中症通報 其中1例是確定的 8例台出2例單位 這個是長病毒門急診就診率 我們可以看到上一週 上一週叫前一週是6以上 那在急診的長病毒就診率 我們可以看到上一週 這裡是千分之2.54 那我們的那個預警值是2.73 所以還沒有超多 那雖然如此 我們還是會持續的檢測 那接下來是腹瀉 那腹瀉的話 上週的腹瀉急診就診率是較前一週下降 可以看到 可以對微下降 那前一週大概 前一週是大概9.1 那上一週大概是8.9左右 但是可以看到 就是還是在一個相對高的 那一週二萬新型流感 那這個社區的病毒監測 那我們在所有的那個病毒檢體裡面 大概減數的陽性率大概只有2% 我們那個 像住院病例總共910例 那41例 那上週病例 台灣那到目前為止的話 那個心肌流感死亡率大概是 百萬分之1-8 那如果用這個來作為那個心流感的那個 那個預防的指標 那我們在OECD會員國裡面 大概是台中1-3 那我們為那個 上週疫毒症的腫瘡 那上週整個 活躍傳染病的狀況是網路 那根據我們監測資料顯示 就是說常病毒的重症 沒有增加確定病例 那那個門診急診就診率 照前一早上升 但是沒有超過疫情 那另外那個腹瀉的急診就診率 有呈現稍微下降的趨勢 但是它仍然變高 而且我們持續接到有那個 全聚事件的通報 那心流感的疫情 令過第二波高 根據大家都知道 那目前也沒有看過上升的趨勢 那整個看起來就是說 雖然這個疊疫情並沒有立場 那但是因為學校現在大家都開學 那在那個 這些疾病比較容易在校園中轉過 所以基本上我們還是 密切監測資料情的變化 相當感 在一起 我們還是很容易受到的 這次我們是在學校園中 所以我們還是要做的 那總之會有什麼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